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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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跟你講 這雙超級紅 還要讚嘆一下 超紅喔 對啊 哇 這雙好好看 因為它很特別 它就是這種毛釘 然後你看它旁邊還有一個 對 扣子 那別針的扣子 然後這雙你看 它也是方頭的 比如說我搭短褲 腿型看起來也不會那麼的壯 歡迎光臨見到裡面 我是大哥 人家很久沒有穿這樣了 他說現在是流行這樣 要勸耶 真的老師 現在滿多韓團都穿這樣的 對啊 白痴 你很高的 你很高的 沒有 沒有 我裡面安全褲 有安全褲很長 我們這個年代安全褲 一定要比外面的裙子長 現在韓團也都這樣子 真的 都會露出來 在學我嗎 我們那個時候是因為 國家管得很嚴 就是說因為我們動作比較不雅 就是腿會抬起來或什麼的 他就覺得說露底褲 然後就說我這不是底褲 我這是 那個時候我們不叫安全褲 我說我裡面還有一個 樂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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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這樣脫下來 樂褲裡面才是內褲 所以連內褲都脫下來給那個 沒有 給那個製作人掌握 OK 因為那時候電視台很嚴格啊 沒有說什麼 我們有幾乎有很多節目都是 Live播出的 那一播出一漏就 引起潮流 對 可是我就不行 我就自己就是身性比較保守 安全措施都做得很好這樣子 OK 你看 今天是真的有在流行這樣嗎 老師 錦益老師你好 老師好 我是錦益 有啊 在每一個不只是美 就是 只要是女生都一定要擁有的百褲裙 然後甜美復古的感覺 穿起來就很像在那種 高級學校裡面的那種 笑我一跳 高校生 不要說高級 有 高級的 高校生 高級 高級 對 對 我們幫大家整理了四條 整理啦 因為他們太多東西了 這些人 對 我是覺得所有的單品 他們這個年紀這一群人穿 都還OK 合理啦 可是我們到這個年紀 我們一穿穿 要不要看 不要笑 對啊 就像他講的 他講的沒有說 臉遮起來就會剛剛好 對 但是我們的身形還好啦 就是身形維持這樣 還有駝 還沒有老太 對 然後又剛好 你知道嗎 這個單品要雞尾腳 好 對 是不是 好 看一下 OK 第一條會不會真的是百褲裙呢 百褲短裙 而且要短裙 對 誰 是我 來… 百褲短裙一定要有黑色的白褲 為什麼 蛤 為什麼一定要有黑色 就很像高校生 是因為黑色 應該有其他一些團體吧 是因為他們嗎 Bly Pink是只穿黑色跟粉紅色嗎 沒有 也沒有 也沒有啊 對 但是因為我 我比較 比較不喜歡 就是只是穿裙子 所以這件是褲裙 所以 對 對 就是你蹲下來什麼之後 就很方便 戴小孩方便 所以穿這個 就不用穿安全褲了嗎 不用 可是這 這風一吹它還是 它裡面還有褲子 做事做得很好 對啊 很好 它就很百褲 很得我們那個 那個年代的長官員 但如果想要花俏一點 然後也可以 比較濕透 對… 復古 然後它很舒服 就是 這個材質 對 這個材質 很涼啊 而且百褲裙變胖 比較不會被發現 因為它很A 對… 所以你大腿都可以藏在裡面 而且它因為是A線 然後又百褲 所以都顯得你腿很細 對 對… 它不是貼著的吧 沒有 因為今年也要流行 有一種那種西裝 西裝感的那種 隔輪隔紋 對… 對 一定要遇見 然後有一些 女生會覺得大腿很粗 可以找這種比較長一點的 這樣看起來 就是比例腿會更細 我覺得 如果有一些就是 沒辦法穿這麼短的話 對…比較長 而且它是皮裙 所以我覺得 一年四季都很適合 對 以上是我的介紹 好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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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很多的百褲裙 超適合百褲裙的 真的耶 可是我今天出門的時候很沮喪 因為沒有一件穿得下 沒關係 買到身碗 因為我那時候買的每一件都 有一天一定可以穿得下 對… 像這種 全部都是XS的 以前好久沒有穿過XS 搞不好真的尺寸 對… 然後這個的話 就是前陣子很流行Y2K的時候 它的顏色就是馬卡龍色 然後或者是比較亮色系的 那也是很多件 然後呢 這個就是 我去打高爾夫球的時候 都是穿這個Y2K 然後它的料質的話 因為我覺得很方便 是因為它就是 你流汗或是怎樣的話 它都很容易就乾掉 然後這個裡面也是 就是跟 有沒有 視頻姊的那個是一樣的 那這個就是一般的 就是大格子的 就是比較擺著比較大一點的 那這個比較 對啊 這以前對我來說都是 我穿上去之後 還可以放一隻手進去 哎唷… 然後現在是整個肉 就掉在外面了 沒關係不著急 不急 再一個月應該就穿尾了 對… 不用不需要 以它的這種身形跟條件 搞不好下禮 下禮拜就可以了 下禮拜 真的嗎 太好了希望 還是你需要我們就是 我們也可以 就是讓你兩天就可以 每天傳訊息給它 其實大家都有抓到一個重點 就是其實今年流行的 百折斷群 它都是落在 我發現嗎 都很寬折的 對 寬折感覺會更年輕 對 但是百折群它其實 因為它折的關係 其實有時候我們在挑選的時候 也要稍微小心 像那種百折群 我們剛才看到 如果是這種壓折的 壓折的那一種 會比較修飾 但是如果是凸起的 剛才是… 這裡有嗎 這是凸起的 對 這是…我的是壓折的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對… 像如果是這種比較凸起的話 如果小腹比較凸的人 它在… 就會凸 撐起來 就會飛起來 對 但是如果像這樣子 這樣子的壓折的話 它可能會比較修飾 我懂你的明白 就是它從這裡 腰這裡 它就已經中折了 就膨脹了 所以你肚子有一點點凸 它就會凸了 對 但是你發現它的這裡 是沒有折的 對 就是它這裡是平的 有沒有 但是它折是從這裡開始 對 而且到 而且這個地方 還是這樣交叉折 所以 看起來會 你… 你吃到飽的時候 你就越吃越高 越吃越高 這樣講 都沒有問題的 肚子顧起來都不會被發現 比較不會像這個 因為這個就會比較明顯 會這樣拆起來 然後另外我覺得 也還有一個 因為今年有很多的折 就像心美姐穿著 就是 它這邊可能比較薄一點點 然後再往外散 對 那有一些人 可能這邊比較寬的 就要稍微小心這一塊 對 你可以 你可能可以直接選擇 直接A-Line的 就不見得一定要收 再放 因為要不然你會 這一塊肌肉 明白 了解了 好的 來 第二條 第二條 芭蕾舞鞋 這個最近很常看到 各大精品 都是芭蕾舞鞋 滿街都是 真的 但這有點難駕馭吧 很難 要非常漂亮 非常難 而且個子比例 要好 有一些個子高的 可是呢 有一些腿長的 可是呢 對 都不行喔 很難耶 很難 這通告很難發 我的夢想的那個 曉筠她今天沒哭 可惜了 可惜了 那誰來代表 我 因為芭蕾姐講對了 是不是 我是小腿短的人 所以你知道我很 所以妳很懂得藏著 對 所以你看我今天 有嗎 妳小腿有轉 真的啦 真的 我是大腿長 小腿短的人 然後我又有一點點 O型腿 所以像今年流行 這個芭蕾舞鞋 因為我愛死了 所以我就覺得說 愛死了 還要強調愛死 沒有 妳看妳看我的腳 妳看這雙多可愛 超美的 是啦 我死都不站起來 站起來會跳芭蕾舞 不是 因為顯得我會 O型腿 真的嗎 對 因為 妳看喔 妳看我的腳 好啦 今天就當範例 很好 你看喔 我真的是O型腿 妳看 我這邊 所以我用襪子 故意把那個泡泡 遮在我們彎的地方 我想看沒遮的 真的嗎 不要啦 太多 我的小腿大概 比那個 不可能 我們聽不懂 聽不懂 聽不懂 我沒有漏過我的小腿 好啦 妳看 妳看 就看得出來我的腿 是不是這邊是歪的吧 開燒 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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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妳看 妳就是腳踝很細 不是 對 是O型 真的O型 有 有 很像騙大哥的腿 對 妳的腿跟我的腿有點像 真的 真的 真的很壯 你們有情侶腿 對 對 我們兩個腳好像 對 好綿 好綿 爬山人的悲哀 所以我就說 他很懂得就是 對 做一個 折起來 所以我知道 流行娃娃鞋的時候 我就又愛又恨 因為我很喜歡 其實我很喜歡那個娃娃鞋 因為它有可愛的原因 可是因為礙於我腿型的關係 如果我不搭襪子的話 就解決 如果腿毛可以修飾嗎 不行 我昨天到底刮了 還有嗎 就是說 蘿蔔的地方 這邊的毛 不行 不要刮 不行 然後我只要刮中間 我覺得妳會厚 妳摸一下我的腿毛 妳就知道了 我今天我已經刮了 妳是有腿毛的 好吃 你摸它 我摸自己就好 我也是 我都刮了 沒有 妳看她 妳看她的 妳還會刺 對 對啊 真的嗎 我們不是要講很優雅這樣嗎 我們兩個腿真的好像 對啊 好吃 好像我刷球鞋的刷子 怎麼會這樣 所以你看 我就是今年的娃娃鞋 我就是都有買 可是因為我就想說 如果配這樣娃娃鞋 因為它平底的嘛 然後我就 比如說像這雙 我就敢這樣穿 因為它是 它只有結 結這一段 所以其實你還是有 腳背延伸 所以看起來 腿不會那麼短 然後我又加了一個襪子 所以其實還是可以呈現它 可愛的樣子 然後我很喜歡這一雙是因為 它看起來 腿不會那麼短 原因是因為它方頭 對 所以你看它 所以方頭就不會短 對 它方頭就是延伸 這樣嗎 對 因為我的腿 屬於比較 好像圓頭會比較短 對 你看它是方頭 因為它的方頭 有往前延伸 這樣 對啊 對 它的方頭正座的 一般在這裡 圓頭就會覺得 對耶 對耶 你的那個 斜的前面就會比較長 感覺腳背是往下彎的 明白 所以我覺得今年流行娃娃鞋 因為各個精品 各個大品牌幾乎都有出 但是就是你可以挑你適合的 就比如說你的腿型可能跟我一樣 小腿短 你就可以挑一下方頭的娃娃鞋 或者是說它的蝴蝶 它的那個芭蕾舞鞋的蝴蝶結 稍微前面一點 不要綁在這邊 會把你抹掉 對 因為芭蕾姐的腿漂亮 所以它沒這個問題 對 然後我還帶了一雙 我跟你講這雙超級紅 還要讚嘆一下 超紅喔 對啊 真的好好看 可是這就不能穿襪子了吧 可以 可以啦 但是我這雙我喜歡配那個 牛仔褲 就是比較帥性的搭包 就可能剛剛的牛仔褲是那種 九分 八九分的牛仔褲 然後因為它很特別 它就是這種毛釘 然後你看它旁邊還有一個 輪到扣 對 扣子 那別針的扣子 然後這雙你看 它也是方頭的 對耶 對 所以我選擇的我都會選擇 今年的我都選擇方頭的 我比較可以 比如說我搭短褲 腿型看起來也不會那麼的壯 對 就可能這種鞋 可能樹林因為常爬山 所以它的腳板我要怎麼形容 我要講就是說我的足弓 就是比較弓 貼地 有沒有 不貼地 它的足弓可能是整個很貼的 就是那種很貼地的 所以我們足弓很歪 很凹的人 就不適合那個底 那麼大對 那麼平的 對 那變成你一定要配襪子 對不對 你配襪子穿會緩衝啊 我會選 它的這個腰的地方 會有撲起來的 喔 支撲起來 或是可以去買墊子 對 或是買 因為現在也很多 其實現在有很多的這種芭蕾舞鞋 因為它 他們自己知道 他們是平底的 然後只有一點點鞋跟 所以他們在做的時候 他們這一塊啊 裡面的足弓這一塊 會有一點點突起 突起 就是那個足弓的地方 對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 它是比較平底 所以它在裡面的內襯 它反而會讓你穿起來是舒適的 對 對 而且有可以吸震的效果 對 然後這個就沒有吸震的效果 對 對 就是這個意思 好 明白 那我再來拿另外一雙 這一雙呢 也是 怎麼了 也是 這雙 這雙就很好看 這雙的話 因為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哇 天啊 它的配色也太可愛了吧 配色 不就黑白 對啊 那有什麼 就因為我沒有 英倫風的感覺 你沒有 對耶 你沒有黑白的耶 我沒有香奈兒的這款鞋 應該講 就是沒有他們家的經典的這個 這個 就是這個 黑白 對 平街的這款鞋 然後因為通常以前的 都是出高跟的 那我想說 今年剛好流行這種 芭蕾舞系的 然後有出就覺得 天啊 這也太好了吧 然後這雙的話 我覺得它很可愛的也是 就是你看它的 它的那個側面也是這種 小方根 對 我今年就是特別愛這種 這就有點厚度 對 比較實穿 好 這雙也很漂亮 然後再來 再來 等一下喔 再來就是最經典 對 它的經典 這個就是 以前我在想 應該每個人家裡 都會有一兩雙吧 這是家裡穿 或辦公室裡面穿它 對啊 就標榜它 還有上飛機 對 標榜它超軟 你看 就法國老牌子 他們家是做芭蕾舞鮮 然後這個就是比如說 就是像欣賓姐講的 對 比如說你就坐飛機 對 然後 辦公室 對 你就是要讓腳休息的時候穿 因為它就是 就是真的超級無敵軟 然後 可是就是一樣 如果你要逛街的話 我覺得腳底板 如果不行 不行 對啊 不行 看人啦 對 就是 如果你只是 對 如果你只是 就是小走的話還可以 然後這就經典的這一款 然後 我是選黑的啦 然後再來這雙也是他們家的 那時候就想說 哇 有出一雙這種 不一樣頭型的 因為基本上 芭蕾舞鞋都是 它也不是方 它不是圓 有一點尖 也沒有很尖 對 這是什麼頭 很有趣 很像鱷魚 鱷魚頭 鱷魚嘴巴 鱷魚嘴巴 對 然後那時候穿了 我覺得說 還不錯耶 因為 也是一樣 因為它這個腳 又延伸出去了 因為我的這邊比較寬 所以讓我穿起來也是腿 會覺得沒有那麼壯 然後因為又是銀色 我想說 夏天也是滿適合的 所以這一種也是 就是比如說 有時候你 也是一樣 就上飛機 或者是說 追小孩 現在不用追了 小孩想追我的時候 我就可以穿 真的 對 好 這就是我的鞋子 OK 它的意思就是說 好像芭蕾舞鞋 是不是腳板這邊 比較寬的人比較適合 是不是 因為它其實芭蕾舞鞋 基本上 它本來皮革就會是柔軟的 所以你腳上去的時候 它會包覆著你的腳 它不是會很壓你的腳 所以其實如果腳塊的人穿 其實也是OK的 對 但我剛看我繼續說 因為像 真的嗎 因為我看我的鞋子 全部青一色 都是一定要點高的 我不能穿那種沒有底的 妳試試看 超爆矮 我都會有一雙 我不敢 我不行 我自己 你一個人的時候可以 對 你不能有比例詞 對 旁邊不能有比例詞 我覺得它 如果是那個 就是尖頭 哪一雙 它真的假的 很流行人家 很像活體耶 是雙 會沒有安全感 凱欣妳可以的 我可以嗎 妳去打褲子 妳先穿 妳穿百褲裙 妳1號妳為什麼不下來 對啊 妳是戴得到我穿吧 對啊 對 妳的百褲裙好可愛 這很可愛耶 來看兩隻腳的比例 我這樣子已經有點 其實是 它一個人還好 我們必須講 它一個人就是 不能站在妳旁邊 我們就都遠離它 不能站在妳旁邊 因為會癌解 就覺得 可是我覺得凱欣妳穿好好看 那個嗎 怎麼辦 我還是覺得 而且很 會不會覺得腿變比較胖 我看 沒有 我真的覺得妳 我們兩個 等一下 我現在站得很遠 我們兩個 真的有可以講真心話嗎 對啊 妳離開我們之後 妳真的有 我今天好胖 穿那個百褲裙 塞不進去耶 我其實今天就很想講耶 然後 是不是比較好 跟凱欣穿一樣的裙子耶 真的 然後我經紀人 我經紀人就說 沒有 她穿起來好緊 對 對啦 穿起來她那個後面 是有點翹翹 我真的變胖 不要這樣 我會變瘦 其實我覺得 腳小的女生也是可以 穿平底的芭蕾舞型 我不相信 其實也是可以 但是因為 不要忘記 她現在是小胖 這個導播 等一下 不要帶到這裡 所以小腿就好 那妳坐著呢 小腿比較瘦 不是啦 小腿比較瘦 我們先 我們先試試看平底的好不好 好 腳好胖 凱欣 很可愛 好可愛 我們先試一雙平底的看一下 好 兩隻都換 兩隻都先換上去的感覺 好 然後我覺得襪子也是重的 好可愛喔 對 我們先看 穿平底的好了 其實 如果是嬌小的女生 要穿這種 芭蕾舞鞋平底的話 其實她要掌握一個身型的 一個比例原則 那我覺得凱欣今天示範得不錯 是因為她上半身是穿 短板的襯衫 對 然後她又是穿高腰的擺褶裙 所以其實她的腿算長 對 即便 好啦 以我站在她旁邊也都還OK 還沒有什麼壓力 所以其實 個子嬌小的女生 一定要在上半身去處理 她的身型比例的問題 才可以穿平底的 但是今年也有很多不一樣的鞋款 她可能就加了一點點的 跟 妳要過來 妳要過去跟攝影師講個話嗎 不行 等一下 那個比例 真的嗎 對 還很矮 好帥喔 因為自己的大腿都帶著腰味 真的 好啦 那當然我覺得 今年也有很多像這種 帶一點點鞋跟的 然後前面也是有這種蝴蝶結 很可愛的 我覺得這個就可以再幫妳增加一點點 有一點跟的應該 高度 對 有一點小踮腳的 對 小踮 對 這樣穿起來會比較安全感對不對 有 有耶 而且腿變細了 而且其實也有踮腳啊 對 對 然後今年的這種芭蕾舞俠 我覺得她都可以跟各種的襪子 去搭配 或者是這種蕾絲襪 然後我覺得在襪子的方面 也要稍微的注意 因為呢 如果說像 剛剛的那個樹林 她也是穿像這樣子的襪子 對 可是她都會把它拉鬆鬆的 對 然後其實這個是要去 她想要修飾 就是她的O型 對 其實我覺得襪子就是去修飾 小腿這一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如果說妳今天穿好好 她拉不上去 對 不是 我小腿還是細的 妳很小胖 對 拉不上 我是大腿 她其實 這樣也不錯 她其實也是可以 這樣也不錯 對 她其實也是可以往上拉 這樣拉緊的也不錯 還不錯 然後拉上去之後 她的腿其實是變更直 這樣收拾動 變長了 拉緊之後腿變很長 其實而且又是更直的 因為主要是跟這一個 就是她的小腿肌的這部分 去做一個直的延伸 對 所以其實看起來也會比較直 小媽媽也笑得太開心了吧 如果妳要有一點點那種鬆弛感的話 我覺得也可以稍微往下 她是不一樣的穿法 大概可以去調整 然後另外就是 她自己這一雙的蝴蝶結也是 因為她在這個地方 她存在在這裡 其實她的小腿看起來也會更小 對 她自己的襪子其實選的也不錯 所以她的蝴蝶結要選 越大越好 也不能這樣垂垂的 因為妳大就會開始吹 要挺的蝴蝶結 對啊 也要剛剛好的 今年韓國每一個人都要有的 這個蝴蝶結的褲子 對 然後因為她也是做得有點高腰 所以我覺得她也很顯比例 然後她的蝴蝶結也是做得 小小一個有點刺繡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搭配起來就是 上面也是素素的 妳就會很有一個重點 就是大家就會知道說 妳有抓到今年流行的 這個蝴蝶結的元素 我多變也有不變 我堅持 最美的是自己 想世上 不能只靠天生立直 想世上 還要天天堅持 想世上滴雞精 她也有像這種很可愛的 深再高一點點 對 然後是藍白的 因為我覺得今年這種 芭蕾舞鞋 它其實就是會有一些 平接色嘛 你可以選擇這種 藍白的這種配色 也是滿可愛的 它真的很舒服耶 它穿起來滿軟的 這雙好適合妳喔 這雙好適合妳喔 好夏天喔 夠滾 冰淇淋感 因為今年就是 芭蕾舞鞋 然後我們說的 其實它們都是屬於 同屬性的 有點學院風的感覺 對 然後 穿起來又會很簡靈 很年輕的這種效果 然後另外也有在 像這一雙好了 這個就是走得比較厚 厚底的 對 然後 對 這樣子厚底的鞋 覺得深感 這樣子剛好耶 對啊 其實我覺得 有一點點高度 當然對凱希就比較好一點 也比較友善 另外一點 然後另外就是 因為它的這個腳踝的地方 它有一個袋子了 所以就建議 如果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把蝴蝶解釋 就不要了 可能就不要穿蝴蝶解 就會太多 對 素一點點好 那其實這一個 這雙鞋也是 剛剛蘇琳有介紹 就是那一個 法國的芭蕾舞鞋製作 他們除了製作 芭蕾舞鞋之外 當然像這種馬力甄鞋 因為這邊有袋子 其實就稱它叫做馬力甄鞋 或者是踢的 踢的這個袋子 就是叫做馬力甄鞋 所以很多人 他可能會有點誤會 但是我覺得 因為他們都長得很像 所以其實都可以 呈現出比較少女的感覺 比例差好多 對 然後另外 像芭蕾舞鞋的元素 它可能會有一些袋子 像這種袋子 對 綁繩 綁繩的袋子 所以它其實也有做這種 像這種卸心卸的 但是這個就不能穿襪子 對不對 可以啊 可以穿嗎 對啊 原本是因為它有綁袋 不過因為今天有綁袋 所以你可以脫掉 試試看 直接脫掉 直接脫掉好了 直接綁 但我覺得不要穿襪子 也滿好看的 對啊 因為它選這個顏色 裸膚色 對 就很像它原本的腳一樣 然後其實選擇裸膚色 也可以讓它的腳背 看起來跟延伸的效果 就是不會有被截斷 對啊 那如果它今天選擇的顏色 是跳色的話 跟膚色跳色的話 它還是很容易被截斷的效果 對 其實如果你整體站起來的話 這樣腿很長 這樣 很長 對啊 而且有 有 有腳踏了 真的馬上變瘦 對 馬上變瘦 老婆不要戴上去 戴這邊 戴這邊就好 然後其實現在 我的腿變好細 對 不會這樣子 真的 好瘦 另外還有一個品牌 就是它也有出兩個顏色不同的 這超難駕馭的 這很扁 然後它就是完全是扁的 但是不用擔心 它其實也都是軟的 可是它就是走這一種 有一點點皺褶感 對 它其實是可以去包覆你的腳 然後再來的話 它有做一個這種腳踝的這種 裝飾在這裡 讓你變得比較 稍微有一點點個性 對 這是這一季就是 滿多芭蕾舞鞋 不過大家也可以去選擇 就是適合自己的身高的話 也可以加一點點高度 好耶 了解了 其實二個子不能穿芭蕾舞鞋 跟著錦衣老師的重點來穿搭 就能像凱西這樣 讓腿看起來顯瘦又修長 接著下來這一項流行單瓶 好 就是凱西身上的單瓶 就是蝴蝶姐 真的嗎 是妳自己靠過來的小胖西 沒有 我今天才真的想說 我剛剛前面他們介紹擺褶群的時候 我還說擺褶群很顯瘦 然後就被你們笑 可是如果我現在這個身材 穿窄裙的話會更可怕 我不信 沒有 然後我先講蝴蝶姐好了 因為一開始之後 當然在敲我這個通告的時候 我還想說 我怎麼可能有蝴蝶姐 因為我個性就是比較不愛打扮 然後穿搭都比較隨便 只要像男生 結果回去我發現 我超級多蝴蝶姐單品了 所以我就下了一個結論 就是不管你是什麼樣類型 只要你是女人 你是女生 你一定找得到 你有一個蝴蝶姐的單品 因為你櫃子裡一定會有 因為你可能小時候 或是你永遠會有一個少女星 會有 但不會那麼多 沒有 因為蝴蝶姐 我覺得它呈現的方式有很多 它可能可以 我可能會喜歡 可以接受在領域的時候 對 我可以接受就是比如說襪子 可是你說T恤 衣服 襯衫這樣 我就 這樣很像小朋友 就是它有非常多形式表達 比如說它有蕾絲感覺 也有這種比較 也有酷酷的 它可以做得有點酷酷的感覺 然後像我身上之間 我就覺得它滿可愛 因為它是做成有點 白色的蝴蝶姐 所以其實它看起來 不會非常的顯眼 因為如果它今天是粉色或黑色 你就會覺得 這個人全部 身上都是蝴蝶姐 對 好像老人家會說身上有很多 會不吉利 但是我覺得它做的就是有點 跟這個衣服合而為一 然後其實它也滿百搭的 因為它就是做成襯衫 我覺得當搭白蛇裙 搭褲子 短褲其實都滿適合的 我今天又帶了滿多 不同材質的感覺 像是這件裙子 它也是蝴蝶姐 可是它看起來就是比較帥一點 就不會像 一般人對蝴蝶姐的感覺就是 粉紅色或是桃紅色的感覺 因為它其實是黑色 然後拼接這種有點點綴的 對 它感覺是點綴的效果 也是會酷酷的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這個 前面兩件就是很百搭 因為它就是很簡單 有點千鳥格感覺的蝴蝶姐裙子 然後它其實就是很簡單 搭一個這種背心啊 你就很年輕 像這樣子有沒有 然後又可以穿高腰啊 就是感覺有點年輕感 然後我自己就是會包色 因為我覺得它會 一些高腰就會讓你比例變得比較好 然後我覺得這個也滿好搭 就上面搭一個簡單的白T 就很適合 他們家那時候我真的超喜歡的 它也可以穿比較有型 如果你一整套的時候 它是會這樣子 然後是我比較敢上節目的時候 才敢這樣一套搭 然後 滿好看的耶 其實穿起來很好看 對啊 那是可以當婚鞋 真的喔 這可以耶 對啊 婚鞋 這其實是我的婚鞋 喔 你的婚鞋 我的婚鞋 因為我就覺得它真的 不會輸 今年韓國每一個人都要有的 這個 鋪鐵截的褲子 對 然後因為它也是做得有點高腰 所以我覺得它也很顯比例 然後除了白色之外呢 它也會有出一些像 這種顏色啊 藍色或是 基本色 對 基本色款 它的蝴蝶結也是做得 小小一個有點刺繡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搭配起來就是 上面也是素素的 你就會很有一個重點 就是今天出來就覺得 所以你不會穿現在 那個白色的衣服 不會不會 這樣就有點太多 但是大家就會知道說 你有抓到今年流行的 這個蝴蝶結的元素 但是又不會覺得 好像很特別 現在蝴蝶結有時啊 對 整組都是蝴蝶結 因為我覺得蝴蝶結 很看時間穿 茂盛 就是現在剛好很流行 你就可以穿 因為如果以前不流行的時候 你穿別人可能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在妝年輕啊或什麼 但因為現在就是韓國 然後女團每個都是必備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時候 大家就可以把 你所有放在櫃子裡面的 蝴蝶結單品拿出來 然後除了衣服之外呢 這邊有幾件啦 就是這個這個 這就比較夢幻一點 這就是我工作會換的 因為它就是很有重點嘛 這什麼工作要穿這樣 就是來上節目的時候 因為平常的話 我可能就會覺得 這比較有點顯眼一點 但如果上節目 這就滿夢幻的 而且它這邊還有加一些墊肩 所以不會讓你看起來 肩膀會有分量 男生是不是很想要 開蝴蝶結的感覺 禮物 禮物 蝴蝶結有一種禮物感 對 你為什麼有遲疑 沒有 我要看人 看人 但是我覺得這件就是 配一個裙子啊什麼 就是如果要去約會 或是去參一些比較重要的聚會 朋友的派對 我覺得這件就是 算滿有重點 蝴蝶結趴或是粉紅趴 都還滿適合的 對 以上就是我的蝴蝶結單品 好耶 好 接下來 下一位 媽媽 對 但是我以前是哥哥姐姐嘛 國中姐姐就是會跟蝴蝶結 牽扯上關係 因為我們以前出去唱票啊 又可愛耶 對 然後都是穿膨裙 然後頭上都是蝴蝶結 到處都是蝴蝶結 那是標配喔 蝴蝶結 對啊 就是越可愛越好 妳有注意耶 然後所以你就會有 你買什麼上面好像感覺 一定要有這個 有蝴蝶結你就買 然後後來我發現 我所有的東西都有蝴蝶結 對 然後我今天戴的話像是 這件我有耶 對 它有 這是單穿 這件我有 單穿 紅色跟 黑色的 然後 不會掉下來 不會 因為它這裡有 然後這個在那個主角那個嗎 又又台的節目嗎 這樣子 單穿 飛機場就有可能會掉下去 但是如果你是比較有兇一點 它可以撐起來 然後它是比較性感一點 因為像剛剛凱希有介紹那個 T恤前面不是有那個蝴蝶結嗎 對 其實我問很多男生 男生他們都覺得那種是 比較沒有Feel的 對 然後像這個 穿上去的話 比較有Feel 比較有 比較有Feel 因為它會有一點 拆禮物的感覺 它會有一點 繞勾 這很性感 對啊 就是 這樣圖衣 然後像這個的話就是 這個爸爸也喜歡 這個尾牙衝 對 然後這個就是我 像我是生日的時候有穿 我就是芭比風的時候 那一陣子 我也是整個都是 芭比穿成 一個粉紅色的這個 整套粉紅色 然後鞋子也是蝴蝶結的 然後蛋糕也是蝴蝶結的 全部都蝴蝶結 好夢幻 蝴蝶趴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比較早期在 哇 日本的時候 對 它們是109裡面的一個品牌 然後它都是走比較 我覺得是小眾 所以這個牌子後來就倒了 對 可是它們家那時候 我真的超喜歡的 它也可以穿比較有型 如果你一整套的時候 它是會這樣子 然後是我 我比較敢上節目的時候 才敢這樣一套搭 然後 滿好看的耶 其實穿起來很好看 對啊 然後我自己 有時候出去配比較街頭感覺的話 你就上面穿酷酷的 帥帥的 也是很喜歡 好看 對 然後 然後 這個的話 這個也是 他們家的這個牌子 然後這個穿不好 真的會變阿桑 就是因為它的這個花色 是有點小碎花的 對 花的 所以你上面要穿的話 你要穿 不能是那種不合身的T恤 你要穿那個比如說 小可愛 或者是像你剛剛那種 裡面可以透膚 穿比較辣一點的 然後配這個的話 就是會比較有型 那如果你穿上面很寬的話 就是真的會變成說 好大嗎 如果你覺得那一個小碎花不OK 你也可以自己換 可以換這樣 對 我跟你說 我真的有自己換過 你把那個品牌的斷帶 然後自己塗上去 有 我有換過 可是後來綁完我覺得 我真的好累喔 你每次要換的話 就是真的太累了 對 但是可以自己換啦 就是它這個酷型 是好看的 對 滿特別 還有誰 還有我 辣嗎 介紹比較低調的蝴蝶姐 真的耶 仔細看著看得出來 你穿上蝴蝶姐 對 我說這個 對 它也是一個 國外設計師設計的 然後現在韓國版流行的 然後跟我腳上 我這次去新加坡 我想說 蝴蝶姐很可愛 因為我覺得 我不太適合比較 可愛風 所以我的都是比較 低調一點的蝴蝶姐 像這種鞋 是比較 低調一點 但是就是有 蝴蝶姐 融合在背景的 對 在哪裡 對 這樣 然後跟我的洋裝 對 也是兩邊蝴蝶姐的 就比較低調一點的 因為你選擇的是黑色 就會再收一點 就比較怕粉紅色的話 可以選這一種 然後另外他們家也是 蝴蝶姐出名的 就是很多蝴蝶姐 然後很漂亮 閃亮亮 比較高調一點 但是又不會太 可愛幼稚的 對 然後這一雙是高梗的 高橘的蝴蝶姐 對 比較 好閃喔 好漂亮喔 怎麼那麼閃啊 那這個可以當婚鞋 真的喔 這可以 對啊 婚鞋 這其實是我的婚鞋 你的婚鞋 我的婚鞋 因為我就覺得它真的 很貴氣 對啊 一出來被閃爆 對 以上是我的介紹 男生的蝴蝶姐 男生的蝴蝶姐 很好看喔 對 很好看耶 很好看喔 對啊 很好看 有點像韓虎喔 對 這個很好看耶 對 然後其實 今年有各種 很像那個紙箱做的 第四條 哇 大包跟扁製包 終於回來了 對 對 畫素啊 就商人的畫素 就這樣子 對不對 買不完耶 你頭上有蝴蝶 也有蝴蝶 對 還有哪裡 好可愛 你那是一個一個髮夾喔 就是髮夾 然後 很可愛 邊上去 其實我覺得 頭髮如果再更長一點 我就會夾更多個 好可愛 女團是這樣子啊 對啊 這個是我近期買的 喔 那個最近很紅 真的 那個機車包的那個 那一個牌子 這邊也有那個顏色 喔 它是灰色配銀扣 然後那是黑色配金扣 很好看 對 然後我覺得它很有那種 就是街頭感 這是中號的嗎 對 是中號的 中號的 其實我有點後悔 因為其實我沒有看到 你應該買大號 對 它有大號 我覺得好像中號對我而言 還是不夠 不夠裝 不夠頹背 就是我喜歡那種 浪浪的感覺 對 因為它其實這個包很軟 對 然後 所以其實大一點也很好 然後滑小紅書 就大家都會在上面 掛一些鈴鈴咚咚 我還掛得不算多 我有看過那種 真的把所有都掛在上面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那種 幼稚小屋啊 就剛好可以把它全部都掛上來 然後它也有 塵背帶 對 我覺得就是它就是有一種 很隨性的感覺 對 然後這個就是我近期就是很喜歡的 用的大包 因為非常實用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之前很流行那種水桶 然後也很流行那種 就是剛好它前面有一個 腰扣的 所以它可以這樣扣起來 腰扣在今年也是一個重點 對 然後它其實也是 就是隨性的感覺 這個我也很後悔 我應該再買大號 是的 我也覺得 對 因為它就是背起來 就是也會有一種隨性 有個性的感覺 就是以這個品牌來講 它這個包款算是有個性 對 然後這個也是 也有剛好也有附一個這個 背帶 就是也是可以這樣 比較Lady的感覺 然後再來是 大包 這個夠大吧 這個夠大 這包包包的吧 因為我很喜歡 包裝的吧 因為我很喜歡 什麼東西都丟進去 也會拿出來的 然後因為我很少看到這麼大的 然後我看到這麼大的 因為我覺得 除了平時使用之外 也可以比如說 去加輪子 就是那種兩天一夜 加輪子滿好的 對 兩天一夜 就是把所有的東西 都可以丟進去 真的 就是這個也很好用 真的好方便 這個帶子很實用 你拿也會很好 男生拿得很帥 很帥 然後編織包的話 其實我以前買很多那種 去海灘那種比較軟的 但是我最近買的是這個 就是它是硬殼的 對 就也比較有個性 比較有個性 這就是很像 比如說去釣魚 然後阿伯 不是會放在地上一個 魚樓 魚樓的感覺 它就不是那種 那麼浪漫的風格 它就是比較 有個性一點 食用 對 釣魚的阿伯 就是這樣 你現在好適合拿釣竿喔 對啊 因為我覺得這樣圓圓的 其實也是 就是比較有個性啊 不會 好像不會真的要 一定要去海邊 或是野菜 其實城市拿這個 對 然後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隨便拿 就很可能 對 夏天拿也很適合 對啊 對 這是我介紹的包包 菸織包還有咧 這個的話就是 這個牌子 它本身就是出了很多 經典的包款 然後像這個的話 那時候我去買的時候 它大概抽屜一打開 有二三十種顏色 對 可是我其實沒有看過 就是那些其他的顏色 在市面上很多人揹過 就是通常都還是黑色跟白色 然後是賣到缺貨 它雖然看起來是小小的 可是我什麼東西 比如說錢包啊 手機啊 我手機是最大台的 全部都可以塞進去 它其實 我覺得延展性非常好 很能擴充 對 所以它就是 是我的愛包之一 然後 找不到了吧 你揹起來很合理 我幫妳拿 真的嗎 真的好看 妳剛剛好看 妳今天剛好穿綠色的好包 顏培 我知道好像都可以不用穿褲子 好啊 這個我有揹過 一次 我就再也沒有揹了 真的喔 我的吊牌都還沒拆吧 對 因為我的吊牌都還沒拆 是因為我揹起來超奇怪的 太強是不是 對 背帶就要稍微綁一下 把它綁起來 對 可是 我後來發現 除了這裡之外 它的這個流出好像也太長了 太長了 就是跟我的比例 對 可是我又覺得說 就是那一去不付款不可逆的 我就沒有那個決心剪 然後我又不是專業 大包或打包 來… 男生的蝴蝶結 男生的蝴蝶結 好好看喔 這都是男生的 而且它的褲子也有蝴蝶結 真的假的 好看耶 這妳穿 這新美姐穿也好看 新美姐可以穿也好看 我叔叔換一下 好 你叔叔 來… 妳要現場嗎 對… 除了她等等穿那一套 妳看也有大的蝴蝶結 好美喔 對 這就是我的 放大版 而且因為只要講到蝴蝶結 就會想到這個品牌 因為他們家超多蝴蝶結 從鞋子 包包 衣服上面 都有各式各樣不同蝴蝶結 材料很好 對 那個凱希就可以單穿那個 主持尾牙的時候 對 裡面可以配一個 露出一點點的黑色 對 褲腳的部分 好看 這個是比較大的 然後今年有很多 就是各式各樣的蝴蝶結 出現在身上 像這個也是 對 這個就是走得比較田園 可愛的感覺 然後格紋的話也有這個 對 像這樣子的蝴蝶結 這個也好開心 對 這個都是 因為有蝴蝶結 就會感覺是很可愛的 這種效果 然後今年還有一些的蝴蝶結 像這個也是 對 它是比較 轉版的小外套 好看 但是它就是加了一個白色的蝴蝶結 不對繩的這種 還有公主秀 對 這個好看 對 然後還有像是這種 洋裝 洋裝上面就是閃閃亮亮的 這個蝴蝶結 今天蝴蝶結真的超多 然後也有立體的 然後還有跟布料是一樣的 或者是像這個丹寧 它的蝴蝶結出現在手繡 對 它在這邊做一個 打結的效果 就覺得不會那麼無聊 但老師你卻 哇 這套整個很快 很好看喔 對啊 對啊 很好看 對 這個很好看 對 然後其實 今年有各種 紙箱做的 感覺 你這個很有設計感 對 瓦咧子 瓦咧子這種感覺 對 因為它其實很硬挺 然後它就都是做這種 寬寬鬆鬆的效果 好好看喔 我要買 然後一個結式在那裡 就會覺得很有造型 包色 對的這種感覺 對啊 而且它其實是 因為它的褲腰頭是鬆緊的 其實男生女生都可以 都可以開 對 然後就會很帥的這種效果 超帥的 然後還有就是有一些 像鞋子 好 我們來講蝴蝶結 當然講到蝴蝶結 其實 這一家的鞋子 最近的這種 對稱蝴蝶結 也是他們的經典 真的 對 它就是走一個 不對稱的路線 這一雙就是剛剛有介紹 就是專門做芭蕾舞鞋那一家 他們也有做這個高跟鞋 有跟的 對 然後這邊也是做了一個 粉紅色的蝴蝶結 在上面 然後多了一點點 女人味的感覺 然後另外的話還有 剛剛有講到蝴蝶結 也會想到這一家的鞋子 對 然後它是走的是比較都會感 低跟的 然後蝴蝶結在前面 小小 小小的蝴蝶結 因為以前他們的蝴蝶結 都是這種比較經典的蝴蝶結 上面 這樣子的蝴蝶結 可是他們後來就出了很多 蝴蝶結的變化款 對 也是比較低調的一些變化 可是有一些比較商務的女生 他們在穿搭的時候 也是可以透過一些高跟鞋去做變化 然後剛才有講到大包 今年就真的有很多不同的這種大包回來 像這一個很經典的 它今年出了新的這種 丹寧的 丹寧的布料 然後去做刺繡的感覺 對 這樣子的一個大包的感覺 我覺得其實今年 不見得說裡面要裝很多東西 但是它就是一個風格的展現 像你今天穿卡其色 它這個顏色 但是重點是 其實這個包 它很特別是它還可以翻過來 兩面用 什麼意思 對 它可以翻過來 來 我們等一下 好划算 對 一包兩用 一包兩用 你買兩顆包 對啊 你就讓它就這樣翻 而且裡面這個小包也可以拆掉嗎 它是可拆的 對 你買三個包 對 我們先這樣子 如果你今天 就是要讓人家看到你今天是什麼品牌的話 你想要高調一點的話 對 你就可以整個是這樣翻過來 上班族 去上班用隔壁那一面 然後下班去趴 對 下班族 換這一面 因為他們這一次主打條紋 有一點點度假的這種風格 比較休閒的風格 但是你反過來 你就覺得 我上班好像也可以配 真的 對啊 一包多用的這種效果 這個包滿好看的 對 然後大包 我覺得近期有一個大包 其實也滿好看的 就是這個叫做 擁抱包 好像這樣抱著的感覺 對 然後它這也是限定的這種帆布 帆布 然後大包 可是因為他們 家本來就是走得比較優雅一點點 然後有一些比較 那種上班族的女性 喜歡背他們包 可是透過這種 包款的這種線條感 去呈現出女性優雅的感覺 然後剛剛我們也有講到百折 我也來補充一些百折好了 其實今年也有很多 各式各樣不同的百折 像這個百折 我覺得就很好看 它就是這個 剛剛有講的這種 像堆疊 細折 然後又是這種堆疊 這樣折在一起的 其實這個裙子 就會很修飾的效果 對 然後還有一些百折 出現在這裡 裡面 像隱隱約約的話 其實走路的時候 就會看到這百折 對 它就是出現在裡面的 對 然後還有就是 我剛才有講到的一個百折 它的設計就是 像這個就是比較寬 對 細麵姐穿的 這就比較寬 這邊就會比較薄一點點 然後再往外散 對 那今年也有像這種 比較沒有那麼寬的 它就是直接從這邊走 所以有時候也要看你的 臀胯的這一塊 適合挑選什麼樣不一樣的版型 對 然後今年也有一些百折 是牛仔的 牛仔又更修行一點 對啊 牛仔就是比較 比較隨性 甩性的這種效果 有比較長一點 有比較短一點點 也有像 超短的 對 這很歪性 對 還有一個 對 很歪性 再來就是真的是很Y2K的 好小一點喔 小朋友的吧 越來越短 這怎麼穿 最後面那件怎麼穿 這叫小朋友的 這個就襯嘛 襯的 然後這個是低腰的 就是百折就有低腰 但是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現在韓國很流行 就是露出那種 屁股蛋 屁股蛋 這個會露超多的耶 對 因為它裡面的三角褲都已經 對 內褲都比較長耶 它其實就是 它其實就是要露出來的感覺 因為它內褲已經好多 這就是你們以前的那個褲子 對不對 熱褲不行 不行 以前不能穿穿這麼短 不行 但是其實現在有很多歐美的那些 穿搭客 他們很喜歡就是 你知道Y2K的 Y2K的蜂巢 就是低腰 又窄版 又小 但是因為我們介紹的這個百折 有各式各樣不同的 有長一點的 有短一點的 就看你喜歡的風格是什麼 好耶 今天大家還有老師介紹的 所有商品詳細資料 你可以追蹤女人 我在她社群網站就知道了 謝謝老師 謝謝各位 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